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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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点 福念成 受之最早 荣恩最深 每念十局兼威 不敢自称衰痛 如今 鸾架未归 根本至计 处处 切念多难兴邦 殷忧启盛 臣赶请太后皇上举行新政 再图自强 直立乃朱江之本 北阳乃臣所首创 臣见袁世凯 正是接任臣职 臣在九群 数无遗憾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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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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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停 别吹了 你别吹了 车都停 叫袁世凯 这 太后一旨 宣袁世凯 太后 太后 袁世凯来了 一种当过世 袁世凯 一记忆 李仲当 正是拒绝了你 好 好 我帮你的拆去吧 我帮你的拆去吧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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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火车站 还有十公里 太快点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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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慢点 杰大人 到底是快点还是慢点 差不多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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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爱个人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次 李宗盛 陈臣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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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还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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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奔波几千里地 找到我和皇上 又是几千里 一路护持着我们娘俩呀 到了行载 我不是说你们不忠啊 就像陈春轩 这份护主的心 你们是谁都比不过呀 今儿个 我也不怕你们笑话我 陈春轩 陈在 你要个什么差事 你自个儿说 陈什么都不要 陈春轩 这机会 我今儿个可是给了你了 今日我大清 百废待兴 急需整顿 整顿政务 整顿实业 尤其是要整顿励志 臣 没有别的本事 只想为太后当一条 把门的恶狗 好 好 好一条恶狗 陈春轩 你起来 起来 谢太后 哈哈哈哈 嗯 皇上歇着去吧 是 就不用回营台了吧 儿臣在营台住习惯了 那也吃了再走吧 谢亲爸爸 儿臣不饿 儿臣不饿 皇上 待会儿奴才派几个人来 把这小楼好好收拾收拾 不必了 别的地方朕管不了 这儿朕还能做得了主 留着这惨败之计吧 为朕上下警惕之资 那就把您这小罐给换下来 奴才回去孝敬一件新的 朕从陕西一路走来 这件小罐 好几个月没唤醒了 他跟朕相依为命 留个念想吧 李阿达 凡是跟朕融入与共的 朕都忘不了他 奴才明白 都坐吧 谢太后 你们都是陪我回家的 既是回了家 这一家人这顿团圆饭 总是要吃的 大家吃吧 吃吧 谢谢太后赐善 要说呢 是我赐善给你们 坐下 坐下 谢谢太后 其实呢 这玉膳 都是你们千里迢迢 送来的东西做的 小得子 我没说错吧 切是他们孝敬太后的 这口粮是谁送来的 禀太后 是臣背来的 背来的 你怎么不顾个车呀 禀太后 城里的车 全让洋鬼子抢光了 你背了多少里地呀 一千一百里 小得子 奴才在 你记着 把我回轮坐的那辆车 赏给他 喳 往后 你再进北京 我准你坐 我赏给你的车子 进着紫禁城 谢太后赐车 你看 这吃饭成了 一苦了 好了 咱不说这个 坐下吧 要说呢 咱也说点子 高兴的事 我听说这鸡是一个翻台抓来的 是哪一位呀 是微臣 你是怎么抓的呀 这只鸡呀 我搜了五个村子才搜到啊 我就当宝贝似的养着它 就等着孝敬太后呢 可是一不小心 她给跑了 我这追呀 从这儿追到那儿 又从这儿追到那儿 追到一个洞里头 我就掏啊 掏了半天 你看 结果怎么样啊 掏了一手鸡屎 就是这样 那这只鸡就应该赏给你了 谢太后 小德子 穿玉山房 这辈子再不要给我做鸡屎 这样 你是那个洋人吧 微城截斗地 是袁世凯大人委任的洋务官员 魏太后驾驭火车 那火车是你开的 是 一筐 奴太在 你还管着外务部 你替我想着 回头 赏赐她一个 双宝星的子爵 是 谢太后封爵 微城 誓死孝敬大亲 孝敬太后 快起来 快起来 谢太后 你们都听到了吧 都听到了吧 都听到了吧 这洋人 也会 效忠我大亲啊 袁世凯 陈在 给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杨斯基 搞封爵位的仪式 要办得热热闹闹的 就在洋人的使馆区里办 我要让洋人们都知道 凡是为我大清效力的 我不会亏待他们 臣遵旨 坐坐坐 谢太后 你看看 这吃饭都开成御前会议了 好好好 吃饭吃饭 吃饭 吃 你说 太后心中的魁阁会是一筐 不 这绝不可能 太后已经说过了 说了两次 说了 什么时候说的 就在今天御前会议 和赏善之时 我没听见 不 你听见了 第一次 太后说 义匡啊 这外务部的事 现金交给你了 现金二字 先交给义匡 这往后呢 太后对义匡 还有后旨 要那么说 还真有那么回事 可怎么会选义匡呢 选谁都比他强 比如说呢 比如说 小淳王 载风 论亲戚 太后是他姨妈 论学问 哎 一筐那个糊涂蛋 能比得了吗 嗯 载风 太年轻 太嫩 担任魁阁 本朝 无此先例 可太后经常让他参加御前会议 那是为了历练他 眼下 没有别的意思 哪也不能是一筐 这家伙太贪 贪 贪 贪会是个问题 怎么不算问题啊 除非太后让朱油忽了心 弄个大贪官 来担纲中枢奎可 这让洋人看我们大清朝 算个什么东西 要这么说 还是个道理 要整肃立志 搞不搞大动作 太后 原是要看大局 国破山河在 今后怎么办 太后爱面子 最急的是大清 得有个新气象 也说不定 太后真想换一副新面裤 做个样子 给洋人看 原本就应该如此 如此说来 尚有机可乘 可突破口在哪呢 我上个折子 太后一发怒 还不抽了一框的家 到了那会儿 什么证据都有了 捉贼捉赃 还得有个证据 更何况 是太后注用的中枢奎格 这可能二字丢不得 对这种人 或者不理睬的 或者出手置其于死地 否则 打不死 倒打出冤家来 咱们就没有善终了 那你说 咱打还是不打 打 可仅以贪污论 咱打不死的 他毕竟是个皇族 这里头的关键是 出手必胜 咱能吗 能 因为咱们有杀手锏 是什么 就是您岑大人 我 对 与前会议上 太后让你自选差事 这是亘古以来 最大的荣宠 我看 你现在可以选个差事了 要哪个 巡抚广东 广东 自我入主中枢 看过许多密档 发现与一框关系 最密切的 是广东海关总办 周荣耀 海关之差 隶属阳务 自太后吸收 阳务一直把持在 一框手中 周荣耀本是个巨探 外号 周半城 就是说 他的家产 抵得过半个广州城 但对他的举报 都被一框压住 归住密档 过而他人不知 一框要不拿周荣耀的银子 他绝不会那么做 但咱们需要拿到他的 确凿证据 我明天进宫请一职 上茶 端过来 咋咋咋咋 赶紧咋 不行 不行啊 我诩咋咋咋咋咋 好 中堂大人 世凯知道这世界上 有多种恩情 有父母之恩 做儿女的 必须回报 还有手足之情 这做兄弟的 可以偿还 可以有一种恩情 无论做什么 都难以为报 他比山高 比海深 那就是中堂大人 对世凯的恩情 若是没有中堂大人 小湛 勿须 世凯的脑袋 早就掉了来回了 哪里还有今天 感情 恩情 山啊 哎呀 这是娘们说的话 哪来的那么多的 情义啊 中堂还是不信 世凯的这颗血 我该信吗 你这次来京 是想 赶紧 改换文庭 中堂大人 中堂大人 世凯这次来京城 哪儿都没去 先到中堂大人府上拜访 那 那是你还不知道 谁要接我的班 也许 也许你知道 可你还不脱底 所以就先来敲我的门 中堂大人 世凯可是您举药 还有李中堂 你不是李中堂的人 也不是我的人 那中堂说吗 世凯到底是谁的人 但愿你是 朝廷的人 既然如此 中堂大人要改变主意 还来得及 卫庭 你心里清楚 我不会改主意 就是太后 我想也清楚 找一个德才双全的人 难哪 你 你是有才干的 快来来 中堂大人 快好起来吧 世凯 世凯永远跟着你 去吧 去亲王府吧 这 中堂 中堂大人 走吧 记住 记住 庆王爷 爱银子 滚 滚 哥 你先的 回来了 哥 修车呢 哥 怎么搞的 我呀 刚才路过家门口的时候 看见牛栏里面 怎么就剩下几头牛了呢 这牧场都没了 还哪来的牛啊 哎呦 嫂子 那怎么搞的 办学堂要用钱 打仗要用钱 办了学堂又打仗 还要用钱 你把你哥当什么了 摇钱术啊 闭嘴 富道人家 你懂什么 我不懂 你懂 你们俩懂 嫂子 我看你们俩怎么过这个关 嫂子 嫂子 都是我不好